于生请多指教中 肖战饰演的顾卫 是个优秀的外科医生 因为常年埋头于学业与学术之中 所以不太会谈恋爱 更重要的是 他还有一个超级不靠谱的聊机 顾肖 顾肖在关键时刻 不仅不能帮忙 还得帮到忙 一 解体 看顾卫 你觉得他最大的缺点是啥 那就是解体 其实作为医生 有解体很重要 正常 毕竟现实生活中 有太多不讲卫生的男生了 可是太讲卫生 也有点令人抓狂 比如出门必备消毒液 吃饭之前 必须要用消毒液给手消毒 在家里更是如此 二 刻板 顾卫还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太过刻板 比如 他听从了肖山的建议 打算主动一点 于是 他就买了一个小提琴的八音盒 想要送给林之孝 如今的顾卫和林之孝 其实只差一层窗户纸了 预告片里 林之孝借拉大提琴向他表白 而他也好不容易浪漫了一次 把表白的话写在了可乐瓶子上 可是 林之孝能发现吗 顾卫 你追女生的方式 真的有点令人着急呢 三 沉默 顾卫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那就是他不善于表达 他默默为林之孝做了那么多 可是 林之孝却毫不知情 最新剧情里 邵江想要带林之孝父亲出国治疗 顾卫不同意 但是 林之孝赌气跟顾卫说 他决定带父亲出国之后 林之孝回去 就咨询了自己国外的同学 问那边就诊的情况 知道不方便之后 又托小杜医生给林建国打电话 让他们来做化疗 还有 他有时候工作很忙 根本顾不上给林之孝发信息 可是不管多久没休息 只要林之孝有需要 他都尽量抽出时间去陪他 帮他解决问题 可是 他却从来不告诉林之孝这些 就是因为他从来不开口说 所以林之孝不理解他 总觉得 他对自己若即若离 林之孝在顾卫的沉默中患得患失 甚至产生了自卑心理 你觉得呢 在外面说 有些设计的沉默中患得好 朋友在外面就能看 你 好